NBA有些球星,会突然从原谋消失,只有某些新闻重新提到了他们的名字,可能才会想起他们来。 下面就盘点了从NBA突然消失的五大球星,他们上赛季都没打球,你注意到了吗? 第五,杰拉德亨雷森,亨雷森是09年的12号秀,新秀赛季完全就是酱油球员,直到春甲第三年,亨雷森在山猫作文首发,场均15.1分4.1篮板2.3助攻,一月成为一个软雅升起的新星,之后几个赛季,赫德森表现持平。 但是到15.1-16赛季,亨雷森被交易给了开拓者,轮为替补,表现下滑,16.1-17赛季来到76人打替补,场均9.2分,实力尚可。 但是17.1-18赛季,亨雷森没有在NBA找到工作,从NBA消失了。 第四,马库茨索盾,索盾曾经也是一名得分好手,赫亨德森一样,索盾也是09年的新秀,是在第二轮第13岁内被选中的,也0-11赛季后期,被交易到国王的索盾。 在国王队打了剩下的27场比赛,场均可以贡献,21.3分,4.7篮板和3.4助攻,索盾实力是一直在线的,可惜频繁被交易。 8年生涯换了7队,打完16-17赛季,索盾就转投CBA了,上赛季从NBA消失了。 第三,梅奥,梅奥是个标准的实力球员,作为08年的碳化秀,当年选秀时也是利亚威尚乐福。 在新秀赛季,梅奥场均是8.5分38篮板3,二助攻,成为孟菲斯的一颗新星,也成功入选当年的最佳新秀阵容。 可惜,梅奥在16年的休赛期,因为严重没绑计要条例,遭到竞赛两年的处罚,上赛季没有出现在NBA,今年夏天已经竞赛结束,不知道梅奥是否会回归NBA呢? 第二,埃利斯,埃利斯曾经是勇士队的头号球星,在库里的新秀赛季,埃利斯在勇士队场均25.5分5.3助攻,是球队的老大。 后来唐普森被勇士选中后,在新秀赛季就表现亮眼,勇士也下定决心交易了埃利斯,之后埃利斯辗转秀路,笑牛,步行者当球队,表现逐渐下滑,一六到一季赛季结束后,去年夏天埃利斯被步行者裁员,之后没有找到工作,上赛季埃利斯也就从NBA消失了。 第一,德龙,作为05年的碳化秀,德龙上个赛季从NBA消失了无声无息,整个赛季都没有多少球迷注意到,直到最近传出德龙想要付出的消息,才发现原来上个赛季,德龙根本没出现在NBA赛场上。 一六到一期赛季是德龙出现在NBA的最后赛季,赛季场均11分5.6助攻,要是能够打打剔赌应该也还没问题。 以上五位球星,从NBA消失的都很突然,除了梅奥是因为竞赛,其他四人几乎都是因为没有签约导致的。 对这几位球员,他们上赛季都没有打球,大家注意到了吗?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各集 soll中 est磨叠的旅uent 本集会来说,您应该翻译说,您应该讲述到这 fallait神联各地这样的功能